原调题 火力支援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短板 因而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 也发生了令人痛心的损失 甚至我军集中了相当的优势兵力 却突破不了 只有少数越军守卫的防线 实在是令指挥员异常恼火 下面就介绍一个比较典型的战例 1979年2月17日浮小 对越则尾反击战全面爆发 在东线高屏战场 解放军广州军区第42军 一二五师寿命向复合进攻 夺取要点 打通公路 创造向东西 广源发展的有力条件 根据复合地区的地形和越军布防情况 一二五师决心 集中六倍余敌的兵力炮火优势 采取正面进攻 一侧迂回的作战手段 先为后打 全肩守敌 在一天内夺取复合 打通公路 完成军 缺和军赋予的作战任务 进行具体部署时 一二五师以步兵三七四团 担任正面主攻 在炮兵火力掩护下 沿水口致富和公路推进 步兵三七三团配属步兵三七五团一个营 担任迂回部队 插到复合侧后 断底退路 协同正面部队为肩敌人 步兵三七五团欠一个营为师御会队 随时准备加入战斗 由三个炮兵团组成军师炮兵群 以火力支援步兵战斗 从这一作战方案上看 可谓强弱分明 环环相扣 似乎作战难度并不大 二月十七日总攻发起后 步兵三七三团及配属部队迅速突破边境 沿三号公路北侧向复合发起穿插 开始时候很顺利 一口气前进了七公里 中午左右静置一个叫古方的小村庄时 却遇到了大麻烦 村庄旁边是一片狭小的古地 周围都是林立的石山 沿村庄穿过古地 便可继续向复合前进 粤军神署独立团 一个家强连占据了古方附近的石山 依托野壁 山洞构筑工事 以交叉火力封锁 古地阻挡过古地 阻挡过军前进 步兵三七三团急于穿插 忽视了不利地形 一下子就有三个步兵营涌进了古地中 队形很是密集拥挤 就在这时 战区周围石山的越军突然开火 以机枪火力向古地中扫射 突然遭要袭击之下 干部战士纷纷寻找地方躲避 一时很是混乱 在营连组之下 战士们向越军聚首的高地发起冲击 然而古地中缺少掩蔽 敌人的火力从三个方向夹击打来 冲锋部队伤亡较大 无法前进 关键时刻 步兵三七三团的主要指挥员 未能有力组织和掌握部队 虽想使炮兵群申请了火力支援 但未很好使步兵和炮兵协同动作 你打我不打 以致炮火支援失效 炮弹崩起了碎石 却打伤了不少自己人 战场内的几个步兵营 也缺乏有效的沟通协作 自己打自己的 没有形成合力 反而填一个越军 可以从容转移火力封锁古地 这样打了 几个小时 我军毫无禁忍 消耗了大量弹药 而越军躲在山洞里隐蔽自己 受到的杀伤甚微 此时有干部提出 不必纠缠于古方一地 可以以一步兵力先制敌人 逐利南夷沿公路一线继续穿插 然而主要指挥员一方面不甘心 另一方面对更改路线犹疑不决 虽向上级申请 又未得到答复 就这样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打到当日黄昏 战场情况更加混乱 部队士气受到很大影响 因地形不利 弹药消耗大败 伤员很多 指挥员怕先黑后遭到越军反击 更无法掌握部队 所以收起恋战之心 经过报告 并得到施指挥所批准 全团退出古方地区 撤回了边境一线 这一仗外军一个家墙团 在越军一个家墙连面前受挫 未能完成穿插任务 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西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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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